大家好,今天不正常人類研究中心,就是研究一宗疑似偷渡事件的。 首先強調,本片與這個網站是無關的。 今天很多人看新聞,就會發現一宗海警截快艇拘捕12名偷渡客,包括涉為港區國安法的李宇軒。 海警其實是由中國海警截獲的。 根據新聞的內容,就是由這個布代澳出發的,是去到果州群島附近被截獲,原本打算去台灣的。 根據Google Map,由布代澳出發去果州群島附近, 海警截獲的比例大約10公里左右,而香港和台灣的距離,其實大約有711公里。 所以,都行不夠多少分之1呢?17,7分之1,都不夠就被截獲了。 好,首先看看果州群島附近,很多人都去過了,是一個攝影很去處的。 那麼,我們將來研究一下路線先。 那布代澳在哪裏呢? 那布代澳在哪裏呢? 其實呢,就是香港的東邊的。 就是這個, 將軍澳在哪裏呢? 鄰近這個, 將軍澳工業村的。 那布代澳, 整個袋子這樣。 可能因為這樣就叫布代澳了。 好了, 那布代澳其實有一個碼頭的。 那麼, 根據新聞報道, 就是由布代澳的碼頭出發, 去到果州群島附近。 原本打算去台灣的。 誰知道, 不夠10公里左右啦。 就被中國海警截獲了。 根據新聞報道, 為什麼是中國海警, 不是香港海警呢? 原來是這個聯合打擊行動。 那麼, 我們首先看看, 這些偷渡的快艇大飛是怎樣的樣子。 原來是一輛快艇, 裝了很多個馬達。 最誇張, 這裡見到, 竟然可以裝到8個馬達的。 而, 曾經也有, 大飛撞尋水警的快艇。 那麼, 大飛的速度, 要, 根據資料說, 可以達到50海里, 我們當它公里啦, 不公里啦, 或以上, 我們, 當它70海里啦, 70公里啦, 每小時速。 但是, 中國, 自己設計, 製造的快艇, 這個海豹巡邏艇, 最高速度呢, 可以達到, 每小時112公里的啦。 所以呢, 中國海警, 折到那些快艇, 都, 都, 是很正常的, 因為它的速度, 高它至少3分1的。 好了, 那, 就說一下, 一個, 呃, 比較, 主要目的, 就是, 李宇軒啦。 李宇軒, 是什麼人呢, 和前學問思潮成員, 李宗澤的, 李宇軒, 是香港理工大學設計學院, 助理教授, 和亞洲生活風尚設計研究室, 副主任的。 另外, 根據新聞, 李宇軒, 去年11月, 以國為名義參與這個, 籌備為監察區議會選舉而成的, 國際監選團。 由於這樣, 可能, 就早前因為涉嫌違反港區國安法被捕, 罪名就是, 勾結外國, 或者, 境外勢力的。 我們來看看, 圖片, 2019年11月25日, 國際獨立, 選舉監察小組記者會, 坐他的左邊, 就是英國上議院議員, 這些是外國人士, 可能就是外國勢力的。 好了, 今天的研究是這麼多, 主要研究的路線和李宇軒, 是甚麼人士呢? 就不會評論, 對還是錯的。 不過, 聖經說, 這個世界和世界欲望, 正在消息, 遵從上帝之意的人, 才能夠永遠長絕, 要進入皇國偷渡也不行。 希望大家多看聖經, 天覺緊尿, 再見。 阿明。 阿明。